這附近就是有警示廠啊 有很多大型購物商場 拉圖旁邊還有提供一些茶點咖啡啊 露天的風雨是在這一層樓 它的床是席夢寺的 頂樓這個露天lounge真的超級漂亮的 靠邊的那一整排座位下面是有足湯的 完蛋 我覺得這間飯店以後一定會找 哈囉大家好 我是香菜 我們現在人在京都四條河原町站這邊 這附近就是有警示廠啊 有很多大型購物商場 跟藥妝店可以逛 而且離八板神社和清水寺也很近 算是很好的地點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飯店就是在這裡 就是這間空庭京都 找別底鴨村都找得到 這間飯店是2020年6月才開店的 這是很新的飯店 它裡面有私人的溫泉源頭 無電器溫泉湯匙 跟底柔超美的路台 我看到他們剛剛網站的照片 就超級美的 那廢話說的時候 就直接帶大家進去看看吧 我們剛剛check in完了 check in大廳在酒樓 Lobby方面還有提供一些茶點咖啡啊 可以讓你取用 露天的風雨也是在這一層樓 然後一樓就是有一間歌棚餐廳 還有一些客房 這邊其實有點像是兩間飯店 共用樓上的公共設施 我們入住的是空庭京都 它比較像是一般的客房 大概台幣3000多就可以訂到 那鴨川別地就是比較高級的套房的感覺 他們有自己的專用櫃台 而且他們每個房間都有 帶一個露天湯匙 有陽台 空間也比較大 還有廚師長的手作早餐 我們是不是要去做一碗啊 我覺得 價位大概就在一萬元台幣上 一萬台幣很OK耶 在日本一萬台幣應該可以做到很好 對 而且它這邊服務是真的滿好的 真的 整個又滿高級 位置又非常好 目前看起來是從官網上 預訂房間最便宜 官網也做得很漂亮 而且有中文還滿方便的 那就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房間吧 這邊就是我們的房間 然後其實我們房間旁邊還看到一個門 那邊就是通往別地壓窗了 有沒有 感覺就是比較高級 好想過去 我應該是裝那裡的 那我們就是比較一般的客房這樣子 帶大家來開箱看看 一進來我們是有一個玄關的區域 對面這個門是我們浴室的空間 然後衣櫃鞋櫃也都在外面這邊 有個全身鏡打開 裡面是有附意義的 就是你可以穿著浴衣 直接去它的公共區域去跑攤 除錯噴霧鞋把鞋刷 還有下面有附拖鞋跟木雞 可愛 木雞可以穿去走走 來看看我們的浴室 浴室也是整個深色木頭設計 空間好像是小的啦 沒有浴缸 但是它樓上已經有那麼大的浴室了 有做乾式分離還不錯 整個浴室也滿乾淨的 免治馬頭已經是日本標配了 日本配備沒有就是太習慣 對加量的飯店幾乎都有 連公廁都是免治馬頭 起木貝瓶 它這個出早清好可愛喔 我們這幾次睡的飯店好像都有提供這種 他們習慣需要是不是 很神奇欸 因為台灣很少見 沒有會給 所有基本的貝瓶之外還有附出口水 牌面上就是洗手乳 洗面乳化妝水跟乳液 這個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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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義大利 全用百分之一百的 全家人有寄居 然後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牌子嗎 嗯 然後我覺得我有賣 吹風機是誰呢 我摸這個鼓齁 現在已經會摸鼓了是不是 這個彎起來的 然後這個大小 Tesco 我們好像沒有遇到Tesco 沒有啦我覺得日本很少遇到 但我都都是Panasonic 對 Panasonic NanoE 還不錯啦 可以 毛巾浴巾就在下方 有一個洗衣欄 所以它這邊其實是有自助洗衣的 所以如果把這邊安排在旅程的中央也很適合 臥室的區域是有用一個木門隔開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房間 哇 它裡面是很日式的風格欸 整個是深色木頭色調 看起來很高級很有質感 然後還有紙窗 沙發是長條形的 硬要在睡一個人也可以 然後有一個小茶几 辦公室東西還可以用 電視旁邊就是茶水台 茶壺茶杯 這個應該是備品吧 喔小點心 茶包 這是糖 這是什麼 這是糖 空庭咖啡是他們自己的嗎 然後這個是音響 白牙音響 小袋子 裡面是線耶 有蠻多種插手 Tab C Lightning 跟一般安卓線的 然後熱水壺在上面這邊 欸這個很有質感耶 好可愛喔 它這個細嘴 它可以讓你手沖它 這個是手沖咖啡用的 它有底座嗎 有啊有啊 喔好 你可以把泡片當咖啡沖 看起來這麼高級 來看一下冰箱 因為這種木柵來真的 超級日式的 好喜歡喔 裡面有兩瓶冰水 欸它還有附睡衣欸 然後有一個保險箱 下面這一格 泡湯族 它也是有浴衣跟腰帶 還有就是襪子嗎 喔我知道了 這個是浴衣 然後剛剛衣棍那個是外套啦 還有一個小的束口袋欸 可愛可愛可愛 好用心喔 我好喜歡這間 床的部分 一樣有四個鈕 可以關完你房間的燈 加一個USB 一個一般插座 床頭櫃就小小的啦 有一個手電筒 另外一邊是沒有床頭櫃的 但就一樣的插座跟一個燈的開關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它這邊房間幾乎都是雙人床 只有少數是單人床的 而且房間全部都是雙人房 所以可能比較不適合家庭來 如果是蜜月來就很適合啦 然後它的床是喜夢寺的 太新興了吧 我還沒有吹過喜夢寺 我們這個價錢 住在這個房間 它的質感 跟這個床 跟它的備品用心程度 服務程度 三千多塊 非常值得欸 用在市中心 拜託這邊逛街超方便的欸 走出去對面都是百貨公司 對啊 所以這邊我目前是覺得蠻推的 躺一下 今天早上在叫我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先去吃飯 晚點再來帶大家逛逛它的其他公共設施 喔它的那個lunch bar聽說很漂亮 京都少見的頂樓lunch bar 哇 好漂亮 它的氣氛喔 欸它有打燈欸 你看那一條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看得到整個城市的夜景 我們下午也有來過一次 還看得到高台寺還有清水寺的景 而且因為京都的建築好像都沒有到很高 所以剛看過去景色很漂亮 前面那邊也看得到鴨窗 跟後面整排都是山 這個季節剛好有風紅嘛 所以山的景色超級漂亮的 然後今天比較可惜是因為下雨天 所以它外面的bar沒有開放 不然它其實4點到6點是有happy hour 會有氣泡酒啊 紅白酒啊 或是軟性飲料可以選擇 那晚上7點過後這邊就是酒吧 也是可以享受這個景色 然後在這邊小酌一下 清晨還有提供咖啡 而且它靠邊的那一整排座位 下面是有足湯的 可以泡澡溫泉 也就是走一整天 逛街一整天去爬完清水寺回來 覺得很累 這邊就是可以放鬆 然後小酌一下 超級紓壓的 這邊是他們B1的洗衣區 我看它洗衣機跟紅衣機是分開的耶 喔 它要自己有換對不對 頭臂式的 畫面有提供微波爐跟販賣機 不過這邊有個小缺點 因為隔壁是吸煙室 所以那個煙味有一點滲過來 像我自己其實比較怕煙味 就會有一點不舒服 大家早安 我好想睡 我想繼續待在這裡 用這些50天 我覺得今天沒有什麼缺點也很讚 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尤其是它的位置 在這麼好的位置 然後是這個價錢 而且它的服務水平 這包含這個價錢的飯店 它有一個VIP Lounge 頂樓泡腳湯匙 還可以提供免費的飲料這些 可惜 我們就是這兩天下雨沒有體驗到 然後我們剛剛也上去看 今天早上也是沒有開 那講一下他們的湯匙 他們其實是分兩邊 一邊就是露天無邊際的 然後另外一邊是庭園的 有分男女湯 然後會交換這樣子 那我們昨天女湯是在庭園的 沒有看到露天的 就是一般的裸湯啦 大眾浴池 貝品也都還滿齊全的 而且樓上的車風機比較好一點 可惜的就是它那個湯匙的溫度 沒有到很高 就溫溫的這樣子 那就是非常推薦大家來這裡 完蛋我覺得這間飯店 以後一定會漲價 一定會啊 但我剛剛發現 它這個床底下 有做一個凹槽 就是你行李是可以放下去的 我覺得它這邊的設備服務水平 應該是會漲價的 它就是那個水準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是疫情假簽 而且它才剛開幕不久 六月才開的嘛 對啊 三千我覺得也不太可 大概是六七千塊 好我現在定行假囉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去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追蹤香菜其他社群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